Vivo S90 Pro 1月10日正式开卖 这搭载一寸感光元件并结合 ZaiSky镀膜光学镜头的夜拍神机到底有多强 试试前先看镜头规格 我们将实测现场拉到阿里山先随手拍一张 不只星空这个远处的万家灯火也清晰可见 再试试加脚架拍摄 那上脚架之后它现在会去侦测需要曝光的秒数 当手机它侦测到没有放动的时候 它就会自动去拉长它的曝光时间 所以现在曝光时间来到了1分29秒左右 好那我们这时候就可以按下快门 这树叶细节呈现得如此清晰 放大看夜空更是繁星点点 把两张星空罩同框拉大和一笔 哇哦这简直就是口袋单眼相机啊 Vivo S90 Pro的超级月亮模式 拉到10倍就能拍出高清月亮罩 放大看似乎还能看见陨石坑呢 还可叠加星空或是其他图片直接进行后置 想拍光柜照可以用时光曼门模式 在阳光灿灿的好天气 要曼人像模式可拍出质感美照 新增的独家蔡司维缩虚化模式 一见拍出小人国维缩世界 随便拍都美 动态影像的手持稳定度表现也不俗 至于Vivo S90 Pro的其他规格部分 它是台湾首款采用联发科天机9200旗舰准理器 并搭配Vivo V2专业影像晶片 萤幕是6.78吋10.7亿色的3D曲面烂光护眼萤幕 电池容量是4870毫安时 搭配120瓦的双电头 一笔新文化台北报道